配合这个司法的调查 艺人严雅伦先前在网红邀了指控 偷拍未成年不雅影片 经检方讯后预令50万交报 如今逝离定检署侦查终结 正式将他起诉 前方调查发现两人当时交往有合一性行为 严雅伦涉嫌的偷拍和妨碍性自主 难以认定罪权不足 但他对外辩解不清楚 拍摄影片为何外流 却被检方查出分别在108年和109年 将拍摄的私密影片传给两名网友 拍布亚片又意图散布 以违反儿哨性剥削防治条例两项最嫌 检警在严雅伦家中搜出手机笔电 并在云端空间发现私密影片 查出他不只涉嫌持有还涉嫌散布 因此对他提起公诉 并向法院申请没收影片 严雅伦涉犯儿哨性剥削 涉嫌拍摄的部分因案发时间符合旧法 可处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但意图散布而继续持有的罪嫌 则因时效关系被认定适用刑法 同样可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要适用刑则比较轻的旧法 这样对严雅伦会比较有利 假设最后被认定是有罪的 依据一罪一罚原则 两罪合并执行的话 最终可能要被执行十年的有期徒刑 严雅伦被起诉后也急发起点声明 强调是误处法律 还反击没性情没偷拍 十一药乐提告动机是未名还未立 生命中也能看到 严雅伦庶明星名子吴炳如 出事后找大师改名想求转运复出 如今被起诉立刻反控被告 恐怕在先一轮 接下来组报导